Hello,大家好,我是小伟,我又来了 今天这个视频你们看到的呢 是我正在教我的一只狗学习废教 这个课目呢,其实有很多种训练方法 在这个视频里边呢,我主要表现的是一种方法 就是什么呢,我们把狗给我们分开 首先让狗碰不到我们 它想接近我们,接近不到 然后呢,再拿一些食物吸引它 它又想吃又吃不到 这样的话呢,就是通过这种场景呢 让它会很着急 就很着急的想要接近你想要吃的 那么狗通常呢,着急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叫的这个行为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讲的 看我们视频里边能看到 它只要跟我叫的时候 我就讲的 当它叫的好的时候呢 我会出现一个手势 这个时候呢,就是引入了一个指令 这个指令就是说 口令也好,手势也好 其实对于狗来说都是一个指令 这个时候我会加入一个手势进去 然后我给它叫 好,这个时候它在叫 我再讲给它 通过之前的这个这个训练 你看它会越来叫的越来越频繁 好像它就明白了似的啊 只要它从这样叫,你就会给它吃的 那这样呢,从刚开始的它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完全是本能的自发的 由于本能着急才发出了叫声 到现在它会自发的 它会觉得啊,我叫,我叫 它会主动变为主动来叫 这样叫呢,就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让我们来奖励它嘛 它越主动就越好 到后来我们就加入一些口令 手势进去 嗯,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啊 那么通过第一个阶段的训练呢 它已经知道叫了,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第二阶段 就是我们把微蓝隔开去掉 所以我们不再隔着微蓝训练它了 我们让狗跟我们直接面对面这样叫 有的狗胆小呢 可以人蹲下 或者是那个多鼓励鼓励它啊 把这个食物啊或者是你的奖励物 吸引力变得大一点 有的时候也可以用玩具用什么的 你别的奖励我都可以 只要狗喜欢想叫的都行啊 那这个狗呢,前面要做的还可以 我就直接把微蓝去掉 我们就面对面来训练 它同样反应还挺好的 我们就直接奖励它 别忘了训练的时候呢 你不能说埋头苦干 就是一直让它去让它叫啊 这个做得好的时候 我们就适当的跟它跑一下玩一下啊 抚摸抚摸呀 你带它跑一圈啊 这种都是一个适当的一个小放松啊 这狗也是一个小奖励的 不能说我们就是一直在 让狗干活干活 不太也不太好那样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啊 不知道你有没有学到点什么 再见 再见 温暖穿针 没一次难过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找我 我 就会去找我 我没用 我们就会去找我